好,首先我们来看概念9 概念9讲的是一个叫做外角性质 这个外角性质呢,我跟大家说 这是应该是你最容易忘记的一个性质 因为呢,这个只有在特定的单元会用到这个性质 所以你很容易忘记 外角性质讲的是什么呢 它讲的是说三角形的一个外角 它等于内对角之和 什么叫内对角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角1 角1它是外角 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叫角1 它等于两个内对角之和 什么叫内对角 内对角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内 第二个是对 角1的内角在这边 对面的角有两个 一个是角A 一个是角B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外角角1等于两个内对角的和 叫做角A加角B 这个叫做外角性质 三角形的其中一个外角 等于两个内对角的和 角1等于角A加角B 那这边呢,我再说明一下 内对角 内 角1的旁边是内 对面 A跟B 这是内对角 角A等于角A加角B 那写成中文的话 就变是三角形的一个外角 等于它的两个内对角 相加 就是内对角的和 的意思 外角性质 讲到这个地方